最近呢 台湾发生了多起有幼童遭到了性侵却轻判的争议引起了不少的民怨 而为了回应民意呢 法务部将刑法强制性交罪当中的违反其意愿的要件要删除 不过呢 却引起了妇女团体的抨击 认为呢 这样的修法不但无法解决司法审判的争议 反而会造成呢 熟人的性侵犯罪 到时候将更难加以定罪 性侵修法 性侵修法 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修正草案才刚送进立法院即将进行审议 但妇女团体和女权律师却站出来极力反对 原因在于法案中把刑法强制性交罪的违反其意愿 这项要件删除 妇女团体痛批这样的修法恐怕会让熟人性侵的案件更难定罪 很多案例都是求是进行 小女生更容易被谁碰 被谁加害 当然是认识的人 那你认识的人刑法有规定了吗 乱伦有没有加重 也没有加重 也没有去讨论 法部也没有去讨论这个部分 熟人性侵在通报性侵案件中的比例高达了七成 究竟删掉违反其意愿这项要件后影响会有多大 律师以实务举例 有一名男子邀请认识的女子到家中 却突然想要有亲密关系 女方心生害怕 也表达出不愿意 但还是遭到男方性侵 像这样的案件 因为男方没有以强暴威胁和恐吓方式进行性侵 被害人也无法提出表达违反意愿的证据 光往因此丧失了性保障的权益 只要你到时候没有大声的喊叫 你没有伤痕 没有伤痕累累 那这样子你去跟法官讲说 你有说no 你有说不要 那个都不关系 因为对方没有用强暴 你没有办法去证明对方用强暴 用胁迫的手段对你做这个行为 妇女团体认为政府在民意压力下 没有全盘考量就仓促修法 会让司法开倒车 要解决性侵判决的争议 当务之急应该是矫正法官 对性自主权的认知 并从其讨论 集合社会共识再来修法 才能真正贴近人民期待 就在陈伯玉看到不到